大家好,大家好,欢迎到这节的曼联新闻一分钟 今次会和大家讲讲麦汤的情况 昨天下午,我想大家都知道 麦汤正式告诉大家,已经做了手术了 做完手术休养 所以狼队那场球队和国际赛日 那段时间他一定是踢不到 没有说什么时候复出 由于 资讯已经得以证实了,他自己本人 所以我就想和大家讲讲 第一,究竟背景是怎样 第二,就是未来我们会怎样搞 最重要是什么呢?会不会因为麦汤受伤呢? 我们有第四签 首先背景,上一场球队对着不收盐盾 为什么会出马迪正式不出麦汤呢? 其实一定程度上,因为麦汤也说 这个伤势就传绕了几个月 所以一定程度上因为这个伤势 所以令到他没有正传踢 但令人最奇怪的地方 是为什么他又会后皮入堤呢? 因为如果真的 不太行的话 因为他说他要负伤和忍痛作赛 甚至乎要打止痛针 那为什么突然又出马迪呢? 因为好像我们很多朋友说 虽然 运用上高 作用上高可能跟他不同 但也有云迪迫 有一两个球员都可以帮他顶一顶 为什么要这样呢? 这是一个奇怪的想法 所以 这是我估计的 以下就是我的估计 麦汤一直都有伤 跟福仔的情况有点相似 一直都是负伤,忍痛作赛 但是麦汤和福仔都有一个相似的地方 两个都很忍得 为了马远,为了球队 怎样都顶着 但是可能在列斯团之后 列斯团的那场球员也踢得不错 去到三团队的那场球员可能不太顺 而且 教练团队也认为 或者医联队也发声 说不行 继续下去不是一个办法 所以 可能麦汤就那场不是正选 但是 可能后来大家都知道 苏世辰很喜欢的 他要加拳进攻的时候 他会换中后场的防守球员出来 这个不是 新发现 他去年经常都是这样 所以结果麦汤又迫着上场 不知道是否因为这样 令到他的伤势 真的受不了 所以 令到他真的做手术 既然还有一场球队 以及接着的赛日 这个就是我的评估 究竟 为什么无端端 这么快做手术呢 可能就是一个 机缘巧合 因为他无端端要出 明明打算不出也硬要出 这个就是我的估计 这个伤势 这个伤势 就是 股沟肌肉 我也上网查过一些资讯 这个股沟肌肉的 如果你有自己好 通常要4-8个星期 就完全康复 但是 麦汤也说了 他已经做了几个月了 即是说 他的股沟肌肉 股沟肌肉 我不肯定是股肌肉 股肌肉可以是股肌肉 或者两个股肌肉都不顶 可能始终 医学上高的东西 我也是看网上的资讯 也不知道 麦汤的伤势 所以也是一个评估 一般说 4-8个星期自然好 看小肌肉一直都不好 一直都纏绕着 所以 到了最后这一刻 做手术可能会跟着 至于麦汤会伤出多久 要休息多久 说真的 这件事真是因人意义 但是一般来说 如果 假设他不停 4-8个星期都不能休息 也不会完全好 做这个手术应该 都不会长过4-8个星期 我的评估 我自己的估计 不过我真的 医学的事情要问 如果有 大家熟悉这个伤 或者有医学上席朋友 期望期望 留言 说清楚这个是我的评估 来的 不懂医学 平常人去评估 OK 所以 可能 最快 都要一个月 你听 麦汤的口吻 他都说 落狼队和国际赛日 那里有两个星期 都肯定不用想 再加上 他都要粗费状态 所以 短期内都不会见到 如果比较好的情况之下 就可能 见到 或者 和福仔 可能是 差不多时间 有机会 复出 或者再次 福仔的 那样 好了 这个就是我的评估 如果有朋友 也是那句 如果你更加熟悉的 这个伤势 或者你 比较清楚 知道麦汤 什么的 记得 補充 不好意思 最后 对于我们的中场影响 以及会不会有机会签人呢 那 究竟我们中场影响 当然是大 因为大家都知道 我们比较稳固的中场配达 就是麦汤 麦汤加上 费特 因为两个都互有长短 互相补充长短之余 就真的给到我们中坚 或者back floor 一个很大的屏障 这样 现在少了一圆 但是当然 我们也有一个好处 就是华拉尼 应该会慢慢 让球队 希望 他们的进发性英超 也都帮到我们的后防 那就是说 我从去年开始都说的 我们后防有个 四方形 或者四边形 两个中坚加两个防中 去年来说最佳 麦加亚队长加 通常都是联特洛夫 或者一个 好状态的败利 前面就是麦汤加费特 这个四方形或者四边形 非常稳固 但是后来我们始终不能够正选11人 所以慢慢都要配搭 但是我觉得 这个四方形 四边形来说 有三个的话 都是相对稳固 今年 华拉尼来之后 我们的变数就是 究竟我们 仍然都需要四个去保护着 我们的后防 还是可能只需要三个 因为华拉尼的 福克律 或者他的能力 比较高一点 和麦队长 起码可以做到 希望可以做到 一加一等于二 或者甚至乎 超越一加一等于二的 效果 看看怎么样 但是这个需要少时间 所以短期内我觉得都是要四边形 四边形如果没有麦汤之后 就费特 正路来说 就配搭着 马迪 很多时 上一场也是这样 但是我们也看到 只要对方逼抢比较劲的时候 马迪 真的招架不住 因为始终都比较 相对来说 比较慢 但是他分球前面 又可以的 但是 我们也知道 马迪 也不能够长篇 费特 一直上个球季 然后踢巴西 一直踢到现在 都没什么停 所以在中场那里 是否叫做竹琴 竹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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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够人用的情况 非常严重 大家都知道 除了 费特麦汤这两个 就是比较上正选 加上马迪之外 踢我们要踢Double pivot 踢两个防中的华 再加下去的就是 普巴 或者雲迪壁 大家都知道 无论是普巴 下去踢防中 灾难性有多大 或者不够 不够的程度有多大 大家都看到 教练队会不会继续用这个 想法呢 我真的不敢说 我觉得他们会 但是我真的不想 不知大家是不是这个想法 大家留言说一下 你想不想 第一你觉得会不会 普巴洛回来踢防中 但是你又想不想 OK 另外就是雲迪壁 雲迪壁就有个变数 因为他真的比较少踢这个位置 我们早几天不敢讨论雲迪壁 都觉得他踢攻中 多次踢防中 但他也踢过 效果就一般 老老实实实 所以究竟是怎样呢 我自己觉得 我首先现在假设我们不签人 我假设我们不签人 其实有几个想法都可以 尝试参考 就是既然如果华拉尼踢得的话 那联罗夫是否可以 考虑踢这个位置呢 但是联罗夫也有个情况 就是跑度不够快 所以如果联罗夫踢防中的话 一定是要 拍着废特 如果联罗夫拍着马迪 就真的恭喜大家 所以这个是选择之一 另外原本就是党沙比 但是党沙比借走了 没得搞 有没有其他中坚球员 或者后防球员可以尝试呢 有朋友都曾经想过 叫做什么 雲比萨卡 但雲比萨卡和拜利 我也觉得是一样的 踢防中这个位置的位置很重要 无论是雲比萨卡或者拜利 这件事都是比较失色 当然他们一对一防守是比较OK的 但是问题就是 踢防中 一对一防守是重要 但是位置感更加重要 所以我自己就不太鼓励 雲比萨卡或者 拜利去帮忙 这个位置 所以 就是这样 另外我倒转 连特洛夫打 中坚 华拉尼去踢防中 也是一个选择 而且 我自己觉得 效果可能更好 因为大家想象一下 如果华拉尼在防中的位置 用一个中坚模式去踢 用一个位置这样强的中坚形式去踢 其实可能他清走了很多球 加上有个肺带在不停的帮他 不停的帮手 去改善的话 所以 其实 这个想法不是说没有 所以我就觉得 有这个玩法 但是我想 最不想的办法就是叫普巴拉尼去踢 就是这个我们现在暂时的可能性 这个就是假设不签人 好了如果签人是怎样呢 会不会因为第四签呢 很老实 这样跟大家去 说或者分析 虽然我常说未发生的事就可以乐观点去看 但是基于我们看到我们曼联团队的动作 或者见到Soul Chetcher说的东西 因为麦汤这个问题也不是今天才发生 对不对 所以 麦汤这个问题 根本一直都纏绕着 Soul Chetcher或者教练团队很清楚 随时都要做这个 决定 做这个决定 除非是一些突发的情况 但问题是突发这个情况 我自己觉得就不是突发 所以呢 教练团队 或者这个转会团队 我想就没有想过签第四签 是中场的 或者防中的 再加上 如果我们反正都是签的 当然是签好的 现在是available 但是有一个真的很好 可以踢到防中这个位置的球员 其实选择不多 即是即食的 即是即食的就不多 就算是三号尼股斯 也不是一个纯防中 它是中场的 某几个位置都可以踢 所以呢 我觉得 签名的机会就是 我说的就是这么多 也做了一点功课 关于这个受伤 真的 不知道是不是100%准确的 所以大家 真的要发挥巴有精神 我们曼米早晨就说 互相保位 我们就希望可以 得到最比较 接近 事实的全部 大家懂得看 《曼米早晨》 或者《曼脸生命》 一分钟 一定要看留言 OK 这次来到这里 多谢各位收看 拜拜